台湾青年钢琴家赖志荣 透过指尖将音符画成乐曲 陶醉的神情将精彩的钢琴作品 充满诗意的带给聆听观众 共同享受一场音乐盛宴 赖志荣辅才结束台北国家音乐厅的独奏会 接下来9月18号将前进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 将巴哈、舒伯特、普罗高菲夫等 不同时代别具一格的音乐呈现给观众 舒伯特一直是我近几年来非常喜欢的作曲家 然后普罗高菲夫是我觉得 他的作品我现在越接触 越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天才的作曲家 就是他可以把很多的小巧思 一直一直不断地出现在每一个音乐 上半场的第一首我会演奏一个 巴哈的帕塔的第一号 当作开场 然后我特别里面其中最喜欢的是 他的那个Jig武器 就非常的 有点说你可以说已经有点Virtuoso在里面的 然后因为他会跳来跳去就是左手跳来跳去 这是非常在你没有想办法想象说比如说在巴洛克时期 他们的钢琴技法已经承受到这样子的 的怎么讲的地步吧 我也做对然后对所以我也非常喜欢这个曲子 疫情影响艺术活动暂停近三个月 目前迈入区幻纷纷解封 赖世荣回归舞台演出 希望透过自身的表情 肢体语言与音乐融合 以及现场音乐的穿透力 带出音乐迷人之处 录影它可能就是 你没办法感受到 比如说 演出者他在呼吸的时候 这些他跟着音乐进去的 而且特别是你在一个厅中的 它的投射 其实是非常跟我们在 你做你在喇叭上 不管他做得多好 或是我们现在的录音设备多好 还是不同的 在台北场的演出 赖世荣用安科曲鼓励民众 即使在疫情时代 仍抱持乐观希望的精神度过难关 让人期待魏无营场次 也会有小小惊喜 赖世荣毕业于台北艺术大学音乐系 现就读英国皇家音乐院 他在大学期间参与许多 钢琴合作的演出 备受肯定 也曾旅居奥地利学习 将游历经验化作养分 让观众感受属于他的 精彩美丽读奏会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